板橋的幼稚園群聚 看起來真的不樂觀 侯友宜認為可能是Delta 陳時中也告訴大家 不是Alpha 應該是Delta 答案明天就要公布 我告訴你 大家真是怕爆 另外現在這個 要不要停課炸了鍋 所以我剛剛講 你今天去侯友宜的臉書上看一下 當然很多人幫他加油打氣 因為他的民調很高 但是大部分所有的父母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 有些人說拜託 拜託 你趕快停課 孩子的命很重要等等 有些人說拜託 你真的不要停課 我撐不下去了 我家裡面怎麼辦 很多人在他的臉書上 各自留言 各自表述 大家有空去看一下 這就是台灣人民的心聲 我想侯市長都聽到了 我們趕快先來看一下 目前的情況 這就是這個某幼兒園 今天又多了5例 不意外 因為昨天就預料 恐怕這個數字會再擴大 果然一口氣增加了5例 累計到現在光這個幼兒園 總共就有16例確診 年紀最小的只有一歲 這是他的哥哥 小哥哥傳給了妹妹 兩個人的CT值都非常的低 不到20 就意味著病毒量很高 就傳染性比較強 另外還有三位是家長 到此刻為止有362人 是居家隔離 49人是自主健康管理 還有182人集中隔離採檢 影響至少5所學校 兩所幼兒園還有一所公托 預防性的停課 停課人數多達4000人 你能夠理解吧 昨天我們在講的時候 只是一個小點 現在一下子擴張成一個面 所以確實看起來 情況不是太好 好 那這位幼兒園老師 他的暗號16129 就是我剛剛講的 在7月份的時候 他打了一劑莫德納 然後二劑沒有打到 因為大部分的老師 現在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今天早上訪問了一位 台北市的國中老師 他是6月的時候 就打了一劑是AZ 但是第二劑都是等不到 那麼他經常從板南縣 因為你看到這個幼兒園 是在板橋 他住土城 他搭乘板南縣 多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然後他也去過游泳池 板橋環球購物中心 我要先跟大家講 還是中天新聞 還是我們蠟碗報的一貫主張 就是染疫不是他們的錯 錯在我們的政府 沒有好好的保護人民 沒有把疫苗分給大家 所以這些染疫的人 我們不要貼標籤 不要說你為什麼去了哪裡 都是怪你 你從埃及回來怎樣怎樣 當然除非說他是故意知道 自己不舒服還啪啪噪 那另當別論 但是這些我們只是公布足跡 告訴大家 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去過相同的地方 恐怕你要小心 因為政府的實聯制沒什麼用 之前發了110萬通細胞 把大家嚇得半死有什麼用 沒有用 只是告訴你有症狀 請你去採檢 然後沒有症狀 有無症狀感染者 我們的指揮中心不知道嗎 沒有收到簡訊的人 有症狀本來也要去採檢 這個簡訊發了等於沒發一樣 所以大家還是注意一下足跡好不好 注意足跡來保護自己 所以足跡看起來是滿廣的 包括一些孩子 9月14號被父母親帶到大家 河濱公園去玩 9月5號我們看到到蘇澳博物館 摩斯漢堡等等之類的 那麼到現在為止 陳時中告訴大家 說幼兒園的部分 跟還有長榮機師案 因為有一個重疊的足跡 是都去過苗栗 所以這兩個案子是不是有關呢 在上一次我們看到也是一樣 桃園破口就最後是雙北倒楣 雙北炸裂 這次是不是又是這樣的模式 陳時中說目前看只有在北部 還看不出兩者之間的明顯關聯 但倒是有一個 這個板橋幼兒園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都苦哈哈 所以他們違規白天是幼兒園 晚上又是安親班 這個部分確實是違法 所以開罰20萬 侯友也告訴大家有個線索 就是有家長是從埃及返回台灣 埃及疫情大家知道很嚴重 所以可能不排除 跟淘機染疫有關聯 如果確定是Delta的話 那麼馬上的餐廳內容將會取消 也呼籲指揮中心 警戒該升三級就要升三級 今天我們的造劇 記得大家今天要造劇 稍後我會揭曉 還有我們看到醫師就告訴大家 提醒幾個重點 因為幼兒園在板橋 老師在土城 中間板南線串起來 聽起來會不會覺得毛毛的 板南線超多人搭的 有沒有 還有我們看到 這個幼教總會聯合會長 看了也很生氣 兩個星期以前 開學前就覺得不是太妙 立刻發了公文拜託指揮中心 幫老師打第二級公文 來導播我們給那個公文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公文是有蓋章有發有沒有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 拜託有沒有軍部指揮中心 應該及早完成全國幼兒園 還有拖嬰中心機構 教職員工第二劑疫苗施打的騎乘 還有供應足額的第二劑 疫苗數量建議案 寫了很多很多 是不是 結果沒有 這個公文發過去兩個星期之後 得到的回應叫做沒有回應 以讀不回的意思 你收到之後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這就是我們指揮中心的態度 過去很多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一到了指揮中心那邊 就石沉大海 有沒有 好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一章 所以第一個 我就想請教一下李市長 我剛才講了很多 所所碎碎的訊息 你串聯起來怎麼看 我們又會要回到那個 三級警戒嗎 有這麼可怕嗎 我是很不願意再回去 因為我認為這條路 是一條不歸路 一定要繼續勇敢的走下去 你可以走緩一點 但是不要再走回頭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次的事件 其實跟3加11的事件 是不一樣的 3加11事件有兩點是不一樣的 第一點是3加11的時候 我們發現得比較晚 都已經散出去了 當諾富特都散出去了 我們才發現 這一次是他們那個機師 傳給小孩我們就發現了 所以基本上發現得比較早 比他早一點 這個疫情只要發現早 比較好撲滅 第二個就是現在的 時空背景不一樣 就跟陳時中常常講的一樣 時空背景不一樣 那個時候我們台灣沒有 你剛剛講機師傳給小孩 那是桃園 那孩子是比較大的 但是現在這些小娃娃 對 可能跟他有關係的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事件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武器比較多了 在以前的話 在3加11的時候 我們手上根本沒有篩查 那個時候指揮中心 一直在擋篩查 要不是3加11事件出來 我們國家還沒有普篩 這回事出現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疫苗了 疫苗已經打了40%的人口 而且疫苗在手上還有 還有多餘的疫苗可以運用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用的方法 就不能回到從前 我們知道不管你是升三級 或者是什麼餐廳廳的內用 我對餐廳廳的內用 我更是莫名其妙 這明明是幼兒園的事情 明明是機師的事情 跟餐廳有哪丁點關係 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關餐廳 你為什麼不關學校 你為什麼不關上班地點 為什麼不關醫院 你關餐廳幹什麼 這跟國際民生 跟民生非常有關係的東西 你關它幹嘛 關了會有用嗎 學校你覺得 應該馬上要關嗎 沒有 我說你不要關到餐廳 餐廳跟他們是 一丁點關係都沒有 你為什麼要關餐廳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真的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希望說是現在的時候 因為我們手法很多 你就不要再用一些老方法去做 關這個是老方法 在彭博的評比裡面 也告訴我們 關只是四項評比裡面的一項而已 其他都叫你開放 所以我們現在 真的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要想到 我如何開放跟封鎖 是同步進行的 不要只會封 那個就是老狗玩不出把戲 我們看到這個侯市長 他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第一個他要辦全運會 第二個他只要一講話 你看陳人中說 你這樣子你如果說要封的話 如果你控制不好 我馬上就給你升三級 屏東說他怎麼不講 唐約他怎麼不講 為什麼侯友宜他在講 到時候又講說什麼 什麼跟著雙北一起坐牢對不對 所以他被嚇得魂都飛了 他不得不言 因為他後面還有一個全運會在 他必須要做得好 就跟現在北京 他們現在要做冬奧會一樣 一樣他一樣才把它做好 他現在還不得不言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沒有辦法 站在他的立場來講的話 他真的要這樣做 所以這個是其他縣市的話 我希望不要這樣跟進 我們大概有用其他方法去做的話 盡量用其他方法去做 新北市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在 你們站在一起 簡視是國民國民公司 會贖 Used 都是不是 會贖上